我們再準備釘一條橡皮筋 綁在最末端的地方 目的是讓它不要散開 接著一隻手稍微扶住我們這個基座的梗 那我們的馬尾便 就順著這個梗纏繞 纏繞進來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題是 該如何快速簡單的綁好一個包頭呢? 最近天氣又開始慢慢變熱了 相信大家綁頭髮的頻率應該越來越高了吧 剛好看完韓劇鬼媽媽之後 就想要跟大家分享這一款包包頭髮型 其實女孩子最常綁的髮型 除了馬尾之外 再來就是包頭了 包包頭真是可以隱藏沒有洗頭髮的油膩感 但一個看似簡單的包頭 其實裡面也藏了很多細節 綁包頭的方式千百種 阿斌今天就要跟大家分享三種 我覺得最簡單的方式 讓大家也可以在家打造出一個 蓬鬆又自然的包包頭 OK 那廢話不多說 我直接綁給大家看囉 Let's go 在開始之前一樣先讓我們歡迎今天的model 小美 我們要綁一個包頭 必須要先準備三種工具 第一種就是黑色的毛夾 U型夾 U型夾 橡皮筋 準備好這三種工具之後 我們就可以開始綁頭髮了 綁包頭的話就是分成三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就是先把頭髮集中起來綁成一個馬尾 我們綁這個馬尾就非常關鍵了 如果你想要你的包頭看起來是比較可愛的風格感 那你就應該把你的馬尾綁高一點 那如果你希望綁出一個優雅的包頭的話 你的馬尾就綁低一點 那我今天我想要綁一個可愛風格的包頭 那我今天想要綁一個可愛感的包頭 所以我就把我的馬尾往上集中 補充說明 我忘了說要準備一把梳子 梳子就是準備裡面有棕毛的 這樣我們在梳頭髮的時候會把頭髮抓得比較整齊 OK集中到上面來之後就拿出我們的橡皮筋 直接在頭頂綁一個馬尾 馬尾的高度我大概就是設定這個位置 當然如果你想要看起來更可愛的話 你就可以把馬尾綁在更高一點點 那如果不想要太張揚的話 這個位置我就覺得差不多了 做完第一個步驟綁馬尾之後 接著我們就要進行第二個步驟 就是把法際周邊的法師給挑出來 那通常如果你的法輪師有幫你剪好這些 髮際線的碎髮的話 其實你把馬尾它就會自己墜落下來了 那如果你的髮型師沒有特別幫你剪這些碎髮的話 我們就要自己把它挑出來 那挑的方式你可以用你的手掌 在髮際線這邊這樣搓揉 讓一些比較短的碎髮自然的垂落下來 那如果你喜歡後頸部 這裡有一些自然的碎髮的話 你也可以在這邊這樣搓揉一下 看起來才不會太呆板 我們挑出碎髮之後 就開始進行綁包頭的步驟 我們今天綁包頭會分享三個方法 現在要示範的是第一個方法 綁好這個馬尾之後 我們再準備第一條橡皮筋 綁在最末端的地方 目的是讓它不要散開 我們頭髮上等於會有兩條橡皮筋 綁完第二條橡皮筋之後 把頭髮稍微這樣旋轉一下 旋轉之後 綁起來的包頭線條看起來會更自然 大概轉個兩三圈 如果你想要強化包頭的線條感 可以在馬尾辯上面做個抽絲 稍微這樣拉一下 接著一隻手 稍微扶住我們這個基座的梗 我們的馬尾辯就順著這個梗纏繞 纏繞進來 換一邊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的髮尾大概就會在這個位置 把它塞到裡面一點 接著拿出我們事先準備好的黑色小毛夾 把它固定在頭髮裡面 如果你喜歡比較緊實一點的包頭 這樣子就完成了 但如果你想要它看起來更蓬鬆的話 該怎麼辦呢 我們就直接把這個包包攤開來 稍微拉一下沒關係 包包頭有時候就是追求一種凌亂感 所以我們不需要追求它看起來太整齊 有時候亂亂的反而更加分 這樣攤大變成一個大包之後 再拿出我們事先準備好的U型夾 那如果有看過我 該如何綁好一個馬尾那一集的話 就知道我接下來要做什麼 那如果你沒有看過那一集的話 也可以直接在右上角的資訊卡 點擊進去看 相信對你也很有幫助 我們現在就是要做個手工 拿出你的U型夾之後 在這個末端 三分之一處把它掰彎 變成像是一個鉤子的形狀 兩邊都必須要這麼做 就會長這樣子 那待會我們就是要把這根改造過的U型夾 直接插到我們的包頭裡面去 我們插的話就是要以中間這個凹槽為主 要把頭髮插到這個凹槽裡面去 旁邊這兩個鉤子呢 就是要勾住我們頭髮的主體 這樣就會不容易鬆脫了 像這邊看起來鬆鬆的快要掉了 我們就有一隻手把它抓住 然後把U型夾插到我們抓住的這個位置 直接塞進去 這樣子它就可以卡在我們的包包頭裡面 不容易鬆脫了 再檢查一下其他地方有沒有這種問題 可以插兩到三根都沒關係 反正多插幾根也不會有負擔感 擺完之後如果像側邊 有些人的髮技線比較高 像我這樣比較凸的話 擺完包頭這邊都會覺得有點空洞 我們就準備一隻梳子 用梳子最前面這一根 當一個勺子 在這個凹槽處把一些頭髮勾出來 不能勾得太多喔 要讓它有一點透透的感覺 稍微看得到我們的頭皮 這樣子就完成我們第一款包頭了 應該還算蠻自然的吧 接著我們直接示範第二款 我們一樣先綁一個馬尾 我們在梳頭髮的時候 固定馬尾的這一隻手 絕對不能移動 那角度都要往這邊集中 這樣子綁起來才會乾淨 決定好馬尾的位置之後 接下來一樣是綁橡皮筋 那這次要稍微注意一下 我們第二個方法 橡皮筋不用把它完全拉出來 綁了第一圈之後 再來第二圈 到第三圈的時候 不要把你的馬尾完全拉出來 留一半的髮尾在外面 這個比例大概是三分之一 跟三分之二這樣子 那如果你是髮量比較多的人 可能橡皮筋轉了一圈 第二圈的時候 就覺得有緊了 那你就可以直接在第二圈 就不要把髮尾完全拉出來 好我們留了一點髮尾之後 接著就要在這個髮尾上面 做一點小技巧 我們把剩下的髮尾 分成兩半 對等的分 接著稍微扭轉一下 再用兩骨的方式把它纏繞在一起 兩骨就是兩條 把它扭在一起的意思 轉一轉 然後把它纏繞在一起 雙龍搶出 扭到轉不到為止 剩下一點點這樣 一條橡皮筋把它固定起來 這邊一樣 如果你想要稍微增加一點 包頭的線條感 可以在這個辮子上面 做一點抽絲 拉好之後 纏到在這個梗上面 這樣纏進來 纏到這邊沒頭髮之後 就可以收手 再拿出我們預先準備好的黑色毛夾 插毛夾的話有個技巧 我們下去的時候 是要用90度的角度下去 那進去的時候 就會把它變成180度 這樣進去 有點像是這樣子的感覺 90度下去 轉成180度 再推進去 這樣就會很緊了 接著像剛才的步驟一樣 可以稍微把你這個馬尾 攤開來 讓它有點亂亂的沒關係 抓好我們要固定的位置 一樣是拿黑色毛夾固定 方法都一樣 90度下去 180度進去 OK 這樣子就是我們第二種包頭 接下來就要示範最後一種 一樣先綁個馬尾 今天綁馬尾綁到快抽筋了 應該是我這輩子綁過最多馬尾的一件 那第三款我就示範一個最可愛的包頭給大家看看 所以我們就把所有的頭髮都集中在最頭頂 接著一樣是綁條橡皮筋 綁緊之後 拉承一下 再把睡髮挑出來 我們綁完馬尾之後 接著再綁三骨便 三骨便大家應該知道是什麼意思吧 女生應該都知道 就是把頭髮分成三戳 然後綁一個便子 如果你不會的話可以像我第二種方式一樣 分成兩邊扭轉 再纏繞在一起 但是如果你會綁三骨便 我推薦你用三骨便的方式 因為這樣頭髮看起來會更有層次感 分成三等份 然後綁一個便子 這個自己綁的話就是有點像這樣側的 這樣子 如果你是男生的話 你可以看一下 該怎麼幫你女朋友綁 男生如果會綁頭髮技能 應該蠻加分的吧 在追女生的時候 你可以跟他說 欸我會綁頭髮喔 他應該就會想要跟你在一起吧 一樣綁到最下面的時候 再拿出事先準備好的小橡皮筋 這個要綁緊一點喔 綁到你真的不行了 覺得喔 我的十字快要被橡皮筋弄斷了 接著一樣進行抽絲 抽絲的目的也是要讓頭髮看起來層次感更豐富 順著這個便子的形狀在這個邊緣處 這樣把它抽一點出來 不要太貪心一次拉了很多 幫你一點點拉沒關係 因為如果你不小心抽太多出來 等一下你頭髮掉出來之後就會很奇怪 你就要整個再重綁一次 抽絲之後就是長這樣子 比原本大概多了一倍左右 好接著步驟跟剛才一樣 都是順著這個梗去纏繞 把它纏繞在一起 好到這邊沒有頭髮可以轉的時候 再拿出我們預先準備好的黑色毛夾 然後90度下去 接著變成180度 圍繞進去 接著再把這一包攤開來 自由不規則的攤 像這個有一塊懸空的地方 我就把它固定在頭髮上 抓住 放在頭髮主體上 用毛夾固定 90度下去 再轉180度 圍繞進去 這樣子就完成第三款的包頭了 這三款都是我覺得 可以用很輕鬆的方式 弄成一大包的方法 即便你髮量沒有很多 也是可以利用這種方式 營造出豐厚感 那最後 我要稍微再示範一下 如果你幫忙包包頭 這個髮際線的碎髮 該怎麼處理 尤其是頭髮 如果是非常實質的朋友 一定要學會這個技巧 一樣是先準備這梨子夾 夾這個周邊的細髮 要拿一戳當一個單位 什麼叫一戳 就是這樣叫一戳 不要一次夾 一片 好我們就拉出一小戳之後 使用梨子夾 把它放進來 轉一點角度 拖曳到髮尾 我們這個轉的角度 取決於你想要你頭髮多卷 如果你今天想要卷出S型的紋理 那你進來之後 你轉的幅度就要大一點 再拖曳到髮尾 那如果你想要一點自然的微彎的話 就是進來之後 稍微轉一些些 再拖曳到髮尾 大概是這樣的手法 我想要捲一點的話 就轉多一點 拖曳到髮尾 給大家看一下 就會變成這樣子QQ的感覺 那如果想要自然感的話 進來 稍微轉一些些 拖曳到髮尾 第二種的方式看起來就是會比較自然 所以這個就是依你們自己喜歡的感覺 自己去斟酌 那像我最後一個包頭就是比較可愛感 所以我想要把它夾一點QQ感的睡法 放進來 轉 拖到髮尾 這樣子就完成了 OK 那我們今天的分享就大概到這邊 如果你覺得這支影片對你很有幫助的話 歡迎分享給你所有需要綁的包包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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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